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在位了七十年的女性一直镇定地站在历史的潮头 似乎从来不露声色 却在风女变幻中 持守着不变的尊严和睿智 成就了贯穿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个传奇 我们在媒体的这些如潮的悼念当中也保持着谨慎 这是按照世俗的潮流吗 如果是 一个人的传奇不过是短暂的高举发光的人性 其实终了还是献笔给世界的王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传奇 将人的眼光从世界的王那里夺走 带到真正的王那里 那就是一个永恒的传奇了 这是一篇文章的前面的一段话 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 特别受人瞩目的服饰事项之一 就是大家可能都能体会到 若是你看到的话 就是每年圣诞节时候她的致辞 她常常是以温婉安静 镇定有力的英式标准发音 向世人介绍自己的王 就是耶稣基督 网络上介绍了很多她兢兢业业 睿智的好品格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好品格重要吗 那是我们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 生命改变必须带来的 就是我们活出 要向越来向越来向我们的主 那这样的一个好品格是怎么形成的 我今天也会要深刻的来体会到 我最近听到一位讲灵修操练的 一个牧师的课程 他说其中最难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想 这操练 灵修操练 里面最难的 他说最难的就是认罪悔改 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弟兄姊妹 你觉得是这样吗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首先要求的我们就是认罪悔改 然后受洗然后使应许的圣灵降下来 悔改是非常重要的 又是很难的 是吗 大家弟兄姊妹想一想 你的上一次 向神 向人 你的认罪悔改 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今天就要借着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来让我们体会 我们有认罪悔改的能力吗 若是没有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好的一个品格 好嘞 刚刚我们所讲的 然后见证我们的神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 我也想请弟兄姊妹 就跟你旁边的跟你就近的一个人 你可以为你的对方 你们两个为对方来祷告 为着神塑造他的生命 要成就今天 这个今生 上帝所要在他生命中所成就的使命 来为他祷告 我们就花三五分钟 好吧 就在你旁边的 离你最近的 你们两个人 为对方来祷告 好吧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求您要帮助我们 借着刚才我们猎王纪下这一段的经文 主让我们来体会 神您自己要让我们在您的面前 所要学习的这重要的功课 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您的面前 在您的面前如何的来成长 成为那美好的样式 如何的能够配合您的使用 能够成为精兵 可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 来跟着我们的主耶稣来作战 来荣耀您 来让我们的一生成为那美好的荣耀的一生 主我们感谢您 求您的圣灵来跟我们来同在 不论我们讲的 说的 让我们都能够同盟益处 主我们感谢您 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看到 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我相信大家其实不是非常熟悉这个故事 是这样吗 熟悉吗 不是很熟悉 是不是 因为我一个同学 他读神学院 他说 我怎么都不太记得这一段的故事呢 我们会看见这个背景 我们知道联合亡国的时候 经历 以色列 无以色列 联合亡国 经历了扫罗 大卫 还有谁 索罗门 到索罗门以后 这整个以色列就分成两半了 南边一半 南国北国 是这样吧 我们看到这的时候 列王纪下的时候 已经到说北国 说是雅哈 这是北国雅哈 一个很有名的王 大家记得北国的王全都是恶王 他做的各样的事都是神所厌恶的 只要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 南国呢 一半是好的 一半是坏的 这样 所以北国都是一切都是恶王 你看 圣经所说他是作恶的 因为他是拜偶像的 远离神的 不敬畏神的 不敬拜耶和华神的 所以我们看见 雅哈死了 他的儿子 他两个儿子都做王 他的一个儿子是 雅哈谢 他是一个非常短命的一个王 就是我们这里边刚讲的 说从这个阁楼上面掉下来 为什么掉下来 没说 是被政治的突然的改变 因为说摩亚 他们的邻国背叛他们了 是不是很焦虑 很忧愁 然后怎么心不在焉 从楼阁上掉下来 还是怎样 没说 掉下来了 那你一定是很重的 你看他都上床下不来床了 是不是 在床上下不来了 他就找他的臣谱使者 去问巴黎 这个圣经上说那个城呢 以格伦 离这个雅哈 咱们知道北国 京城 是哪啊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京城 那王在京城吗 你看 如果你看地图的时候呢 这个京城撒玛利亚 和这以格伦 大概有四五十个英里的样子 他走四五十经 给他走好几天了 对吧 那都不行了 走好几天了 要去问巴黎 这就是这外邦神 那你看啊 但凡其他的什么小事 这些就是偷人东西啊 什么抢点东西 占点便宜 那神都不管这些事情了 但凡是属灵的 灵界的事情 那是非常严肃的 一个神所恨悟的人去 在灵界里边去寻求别神 拜有向人 你看这里边 神就让使者 我们知道北国啊 最有名的两个先知 以利亚和以丽莎 这时候看是他结尾 快要到以丽莎出现的时候了 这是以利亚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先知 上帝让以利亚去跟这个王 告诉他这个话 我们刚才都听了 说你必从你 不能从你的床上下来 必要死 咱其实看你说 什么时候死 有说吗 说今晚上 有吗 有这么说吗 如大家可以打开经文 因为我还可以查别的地方 还要查别的经文 别处的经文 其实没有 你会觉得 神没说他什么时候死 只是说他从床上 不能下来了 不能下 你就下不来了 就是下来了你就死了 这待着待多少天 不知道 但是其实神会是给他 你会想想看神师其实给他机会的 当然一会咱们会还还会再讲 可是你看他这个王 这雅哈鞋他就是做王做了一年多 然后他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所以他的弟弟就约兰就做了王 也是雅哈的另外的一个儿子 所以你看 看他的反应 人遇到事情时候的反应很重要 大家是不是听过这么一句话 事情发生不那么要紧 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反应 对于你发生这件事情 你是如何回应的 你如何解决的 是不是这样 听过吗 说你如何对于你面临发生的各样的困窘的事情 棘手的事情 重要的是说你是如何的来回应的 你一下让你panic了 还是手放脚撞就胡乱的做了 我暴跳如雷 那时候我们做的是回应的 大多全都是错误的 你之后都会后悔的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这个王 雅哈鞋他的回应 他呢 拆咱们看了 咱们看他拆的第一群 第一群50人 经文 那以利亚先知 跟他是跟他使者说的 你回去告诉你的王 说他拜他拜巴黎 难道说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如果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是南国的神 也是北国的神 你觉得南国北国和他一起是以色列 但虽然说分开的时候 常常会把北国叫以色列 把南国叫尤旦 但是以色列统称的话 是整个的南国北国 神是以色列的神 就是神是整个以色列的神 是你去拜巴黎 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 我们看见啊 现在看见这个王 这北国的王雅哈鞋 他怎么样的反应的 他拆了第一群人 一个长官 他们称的是武师副长 带着武师人 去见了以利亚 那应该还不远了 对吧 他刚出去的时候 去找巴黎的时候 那路上就遇上以利亚了吗 以利亚没有跑走 对吧 这使者回去见了王 然后带着武师人来了 哎呀还找着以利亚了 肯定跟他刚才见面的地方 离着不太远 所以以利亚没走 离着很近 在一个小山上 我们看见 第一批人被烧死了 那个武师长 他为什么看 有时候事情发生 那你要看看为什么 什么导致这个结果的 然后第二批人 也去也烧死了 然后第三批人又过去 又怎样 有没有 刚刚读经文说 第三批人有死吗 没有 那咱就看看你的经文 比较怎么说的 第一批的人上去就说 以利亚你神人 你下来 我们王吩咐你的下来 然后以利亚说 我神人就让你们 立刻就被烧死 然后第二批人说 又是神人呢 王让你快快下来 大家看看经文 就快快 你必须得马上下来 你从他的口气里边 听到什么了 然后你再看看第三批人说 说 你看啊 第三批人说 愿我们的生命 在你眼前能成为宝贵 说前面人都死了 现在又重复一遍 说刚才那天 两批人都死了 现在求你啊 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 你跟前面两批人比较 咱们都容易比较的时候 你就看出分别 是吧 你看前面的人是不是气势汹汹的 仗势气的 我们王说的 我们王说的 第二批人说 你快点下来 不要怠慢 小心你脑袋 是不是 第二批你看他快快的 仗势气人 我们是王来着 派来的 你敢不听吗 是吧 那看第三批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看看圣经上说 他进到以利亚的面前来 跪在他面前 咱们谈过这些动词 代表你看他的动作 还代表他的一个态度 是这样的吧 你看他进到他面 其实前面两批人 你们看经文的时候 仔细看的时候 你们觉得前面那两批人 有没有到达这个 以利亚的面前呢 有没有到 他在山上 哎 以利亚 下来 你快 我 是这样喊着吗 还是你看圣经上讲的 对以利亚说 再看第三批的时候 他进到以利亚面前说 其实他们都走到以利亚面前了 以利亚其实都给他们机会 说看你要跟我说些啥 是这样 没有说以利亚是很害怕的 一看他敢干什么不说就烧死 其实没有的 其实以利亚还是给他机会的 是吗 但是以利亚其实是很害怕的 对吧 你们觉得以利亚怕什么 第三批人的时候 求你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 你看他的谦卑 你看他有没有仗势 有没有提这个王 王说什么什么什么 王说什么什么了 有吗 他根本就没有提这王的事 就是说求你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 那王差我们来 我们不能不来 对吧 来求你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 看到第三批人的态度 不一样的时候 带来的结果是如何 那就是神就跟上 跟以利亚说去 不要怕 当咱看他说不要怕的时候 为什么 神为什么跟以利亚说别怕 那就说他之前那是怕嘛 对不对 以利亚怕 咱到如今了 看看说 你们想想看读经的时候 有时候过去就过去了 呼噜吸了呼噜的 就过了 没没想 你们想想这亚哈蟹王 就是短命的王 他一个做了一年多王 他又一批一批又一批 他拆这些人 去干嘛 去跟以利亚说话 表示他自己这王的意思 你们觉得这王到底 他想跟以利亚想说什么呢 想传达一个他的什么意思 你说我们王让你下来 下来 不是就下来就完了 对吧 是这个 这王亚哈蟹叫跟着以利亚说东西 说内容的 你们觉得他会要说什么呢 你们想过吗 后来他有没有机会说 你们看第三批 然后上帝跟以利亚说 去不要怕 以利亚就照原封这样的话 说你就必要死 不能从床上下来 然后就说 你看都没讲 亚哈蟹讲一个字都没有 一个字他都没有跟以利亚说话 下面经文马上就说 以利亚说完以后 就说亚哈蟹果然死了 看连亚哈蟹连那机会 你看圣经都没表白一个字 是这样吗 你们看看咱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 这三拨人 然后你看看以利亚 然后去了 见了亚哈蟹 说完话以后 亚哈蟹的表现呢 他没说 圣经完全都没说 你看亚哈蟹想要说什么 亚哈蟹一批一批人去拆 你觉得我想着是 然后如果你们也想想看 他想跟以利亚说什么呢 你胆敢跟我说这样凶恶的话 说我要死 你咒我死吗 是不是 我是王 你敢这样说 等下说你好好重新改一遍 说点别的话 说点好听 我好听的话 我愿意听的话 祝我幸福健康 赶快好的话 是不是 你们想的是不是这样 说你敢 要威胁以利亚 我是王 你胆敢跟我说这样凶恶的话 咒我死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这亚哈蟹 到底想要找以利亚干嘛 所以你会看到 他这一刚 我们看见的一个刚硬的心 听到一个神的先知 还对他讲的神的话以后 咱们都在想说 哎呀是王 王都是你看 那个各国的王 他在如何能做王 其实神的权柄 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特别就是以色列 他们有上帝做他们的王 上帝是他们真正的统治者 治理者 他还听了神的先知 跟他讲到这的话 你看看这亚哈蟹 这北国的王 你们觉得他应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到咱们一会看看他的爸爸 雅哈对吗 咱先看到这个王 你看这亚哈 你看见他刚硬的 一批又一批的人 他都不管别人的性命 这样就死了又死了 然后还接着拆第三批 这种刚硬 刚硬 其实你们觉得是不是骄傲 有骄傲没有骄傲在里面 是不是 我说王 C.S. Lewis讲过这样一句话 说骄傲啊 有一千个连孔 你们能体会这句话吗 你们表现这样那这样 其实都是心里头的骄傲 可以表现出来干 你看这种刚硬 会不会也是骄傲的一种呢 刚硬 自我忠心 是吧 得得着我喜欢的 是吧 不能够安静下来 哎呦 想着这个神讲的话 但当时你看看他敬畏神 当然也没有敬畏神在里面了 咱们还看见 他爸爸 你看这也这就是这个 以利亚下来以后 这找了不找的一幅图画 跟这个雅哈谢 你看他的刚硬 你看他的骄傲 圣经其实根本没说 之后雅哈 雅哈谢有什么表 回答了什么 说了什么话 就直接说他死了 正如耶和华 对以利亚先知所讲的话 咱们看看 要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 你要认罪悔改 那是唯一的出路 神责备我们 我们有什么做错了 不讨神喜悦了 神其实给没有说马上烧死 神其实都给我们有机会的 而且很多的机会的 弟兄姊妹 神责备我们 不是要让我们带来恐惧 我们如果说 哎呀我们认错了 有没有神就不依不饶 你小子我今天可对着你了 把你过去那以后 全都给你摘出来 我们的神是这样吗 不是的 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只要认我们罪 诚恳的认我们的罪 神都要赦免我们一切的国贩 神都要涂抹 你看这是前边 这是烈王纪下 这是烈王纪上节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21章的时候 我来给读一下 因为这是这个 他夺这个亚哈 就是刚才那个短命的这个 这个这个北国的王他爸爸 亚哈 他夺了人家拿伯的一个葡萄园 很很茂密 很美好的一个葡萄园 他看着好 那叫贪恋人家东西吗 就是实戒里说 不可以贪恋别人财物 对吧 你看这个王 那王应该说很丰富的 啥没有啊 对吧 他要去 他喜欢人家那葡萄园 拿伯不给 说这是我责祖宗所依存下 我不敢 我不敢把它卖了 让给人 结果就是亚哈他老婆 也喜别 然后使计策 做假见证 这又是圣经里边说的 不可以做假见证害人 你看他老婆也喜别 做假见证 把拿伯害死 把这葡萄园夺来 夺来的时候 神就差以利亚去了 就是这以利亚 以利亚不是北国的重要的先知 在哪个时期的时候 就去跟这个亚哈王说的话 说凡属亚哈的人 死在城中必备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备空中的鸟吃 从来没有像亚哈的 因为他自卖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也喜别的耸动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赶出的亚摩猎人 行了最可憎恶的事 信从偶像 你们看一看 其实最后出了几天 从那个事夺人家拿活 那个葡萄园的事 其实神没说 说到他跟 你看他跟节上边了 关键的事 他白有像 对不对 人家做恶事 在导火索 你看 亚哈听见这话 你看 就撕裂衣服 进食 身穿麻衣 麻布 躺睡卧也穿着麻布 并且缓缓而行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比斯人 以利亚说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 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在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必降这祸他的家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我们看见这个亚哈的 看见亚哈 我从网络上找了这个图 这个亚哈 听见这个以利亚先知 这个讲的话以后 撕裂衣裳 穿着麻布 然后糖祸也穿 就是甭管睡着 起来睡一下 都是穿 中日都穿着麻布 麻衣 对吧 那大家看看 然后进食 咱看看撕裂衣裳 在圣经的被在旧约里面 出现好多次 是为自己来哀痛 哎呦 你看我把这事情做成这样了 哎呦被责备了 你看我怎么搞成这样了 哎呀 为自己来哀痛 所以哀痛自己把这事情搞成这样了 很懊悔 穿上麻衣 麻衣的意思就是 你谦卑 不是穿那个 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 很高贵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怎么说这人穿的是noble noble的人 很高贵的人会说在穿衣服上会表现出他的地位的 很高贵的人是怎么样 穿紫色的细麻衣 是吧 细麻衣 不是这个 这说麻衣是粗的 就是粗麻 你看 说这麻衣表示他自卑 谦卑自己 哎呀 我就像灰土一样 还有盲灰在头上 还要撒灰这样子 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把两次都放这了 谦卑自卑 其实你们看他的区别 英文都是一样的 都是humble 我们中文好像给你觉得 你看着谦卑自卑好像不一样 但我们在经文的里面 圣经里面 在我们人和人之间 谦卑 就我们humble一个态度 自卑就好像觉得我们都不如人 好像我们没有confidence 那样 其实不是 在圣经里面 一切的行都都是在神面前的 那我们是渺小的 我们是被造的 我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是极不完全的人 神要责备我们 哪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 所以我们都是自卑 神啊 你赦免我的罪 哎呀 我是欲望的人 像大卫说 我在娘肚子里的时候 母腹当中 我就是一个作恶的 我就是罪人 我们真的是在 让我们在神的圣 我们真的如果不认罪的话 我们根本不认识神的圣洁 你不认识神的圣洁 说人永远不会认罪 他我很好 我很棒 我起码我比他好 我们都是一切在神面前 不要跟任何人比 所以你这个 不管是谦卑自卑 都是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的光景 我们的姿态 应该合一的一个样式 你看 禁食祷告 禁食 圣经上只写着禁食 但是圣经里面 禁食一定跟祷告是相连的 所以 我们今天的时候 有人说 你要禁食啊 今天禁食 禁食就是不吃饭 是吗 不是啊 你禁食是为了什么 禁食不是为了不吃饭 禁食是什么 因着你不要吃饭来祷告 让你来省察自己 来祈求神的怜悯 敬畏神 缓缓而行 若是你们谁手工有英文圣经啊 你们看这个合合本 常常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啥意思 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 缓缓而行的时候 他说是 went around meekly meek m-e-e-k meek meekly 大家知道 meek啥意思了吧 是吧 他说 went around meekly 他就合合本翻成 缓缓而行 怎么样 慢慢走 是吗 你觉得怎么样 缓缓而行 怎么叫缓缓而行 表现是很忧愁的 是吗 很忧愁的 很悔恨的 不是昂首 捅胸的 一走过 哪里都带风的 熊啾啾气啊 不是这样的 他为了表达的是这样 说是缓缓而行 代表的也是 他的忧闷 他的自卑 咱们在那几个动词上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见说 我们在神的面前 能够得到他的怜悯 让神可以涂抹我们的谦卑 涂抹我们的过犯 不使灾祸临到我们 如果真的我们不谦卑 不悔改的时候 其实你们看见的 跟马上这父子两个 你们就看见了 你看雅哈 神就说 你看雅哈在我面前 如此的自卑 我现在不降货给他 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不降货给他 要到他儿子的时候 其实神都看见 他的儿子是啥样子 看看雅哈蟹 是不是 你看说 在他活着的时候 你看神就赦免他了 但他活着的时候 不降货给他 咱看看雅哈蟹 马上 你看雅哈蟹怎样 他坐王一年多 从阁楼上摔下来 你看他那个刚硬 刚强的 骄傲 刚闭的样子 对不对 气冲牛斗 我看见 让我们能够学习 一个谦卑的一个样式 因为我们知道 谦卑是极其的重要的事情 就让我们能够信主 对吗 你们说 如果一个人不谦卑 不认自己的罪 他真的能信耶稣吗 你们想想看 你们我不知道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在给主做见证的时候 像人来传福音的时候 你说 耶稣是好啊 他拯救你 让你可以有永生 让你今生的福音 永生的福音 你信吧 好 我信 你觉得信是真的相信吗 你觉得人不悔改 能不能够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们谁回答我 这人不用悔改 这人没悔改 他就直接接受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你们说 当然你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 有没有说 你要向神来认你的罪 因为我们是 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是罪人 罪人需要向神来悔改 要认识到自己是得罪神的 自己是罪人 需要悔改 因为圣经你看 你看那个使徒行站 讲了多少遍 你要会认罪悔改 受洗 是应许的圣灵 讲下来 让我们看看 我们谦卑 让我们 让我们 现在将我们 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 不一样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谦卑 这个我需要 哎呦 这件事做得不好了 是吧 我需要谦卑 认自己的 哎呦 这我错了 对不起 你看我怎么那样做的呢 我可能没考量到啥 是吧 然后 我下回以后 可能要注意 我得要这样 这样 就一个计划 可以如何改 如果得罪了谁 我们就要向谁道歉 而不是怪罪别人 是吗 我知道宋上节 宋上节讲了 他总结过一个十条 那我不讲那么多 我可能今天就讲了四条 这样 他说你一个老我 看见我们的老我 是不是还在我的身上 活翘翘的 证据 我们常常 哎呦 我们来受洗 受洗归入耶稣 我们就是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 他说你检验我们的老我 还活翘翘的一个证据 他说啊 你看啊 是不是啊 咱们检验检验 就说 喜欢跟别人 争敬 咱们检验检验自己 有没有 还有 不能忍受别人说自己不好 还有我 你 我们大家想想看 别人说什么不好 能忍受吗 怎样 赶快就说回去 对回去 是这样吗 任何事情都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错 那是原因 有很多excuses 你不好 我怎样 好多excuses 对不对 还有 在跟别人产生摩擦时候 不能主动 和好 这都是我们老我的一个样式 活翘翘的在我们身上 是吗 这宋将节 总结出十条当中的四条 让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 有时候我想 哎呀 我们弟兄姊妹要或者追求神呢 是吧 我是一个传道人 要带大家呀 要大家要积极读经啊 但其实我也想想我自己 其实给大家 我也要认自己的罪 其实我对大家也没有好好的一个带领 包括大家读经的时候 好像都有各式各样 你们读经有没有 我也没有太关顾大家 所以我们要从十月份的时候 要好好的说 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读经那么的重要 那是为能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 所以呢 我也想大家来认罪 没有好好在读经的事情上面 好好地为大家安排一个好的一个计划 让大家能够踊跃的能够跟着 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神的话 我们做什么就是好像都无缘之水 空中楼阁 你适合谁呢 你不认识神 你爱神 你咋会爱神呢 你不认识他 你能爱他吗 我们不是我们靠着神的话来认识神 我很爱神 神说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吗 我讲过多少遍了 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那朋友 你不认识他 你能爱他 敢跟他结婚吗 对吗 所以我们神要爱我们神 因为我们神为我们死 那我们也要爱神 神要求我们也要爱他 那可是我们咋爱神 我根本不认识神 我咋爱他 你要借着神说的话 神做的事来认识他 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十月份要好好 我也要为大家编译和听众 大家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一个计划 大家都踊跃的参加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种计划 可以贴在墙上或什么样的形式 让我们也看见 说 让我们可以敬畏神 让我们从这刚柳王 从雅哈 你要从他儿子 让我们学习着 你要敬畏神 敬畏神 神才能赦免我们 我想神来认罪 神才能赦免 我们不认罪 神能赦免我们吗 不能的 是吗 我们来省察自己 不是老想别人 我们读经 神责备我们 神的话 不是 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读的 不是用来责备别人的 想想还是想着我 那我是传道人 是国语堂的传道人 那我带领大家 然后建造神的教会 然后把福音传到我们这个社区 那我就像前面那个车 对吧 我得拉着大家一起走 对不对 那想想看中间 他得拉着链子 那如果说这链子不够坚强 对不对 嘎嘣就断了嘛 拉不动了 那链子代表说 我跟大家的关系 我们要好好的去爱你们 去陪伴你们 也给我好多的一个反省 看上这个图 我也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个反省 不是说都要求你们 要求你们这样 要求你们这样 那先要去爱你们 去陪伴你们 就像这个车 还是这个后边的车 这个是你看中间的链子 如果这关系要是 这绳子不够坚强 他就断掉了 是这样吗 让我们会看见 说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上面 要敬畏神 我们也都要来省察自己 不是来天天有什么问题 摩擦都是别人的错误 像我们刚才可省察的 就像让宋尚杰给我们的那几条 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反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悔改是不容易的 你看这个悔改这两个字 悔改 是吗 悔是先是心里头 悔 哎呀我做错了 是吧 我不怪别人 我怪我自己做错了 那就是伤后悔 别去怪别人 先检查自己 先毁 然后呢 改 改是行动 对吗 需要决心 需要勇气 刚刚我看那个伊丽莎白 女王二世 这是她写的话 她这里写的名言里面 我写了两条 时至今日 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 不是那种在战争里需要的勇气 而是让我们愿意 为所有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的勇气 大家想一想 勇气重要不重要啊 有种一生困难逃走 很容易的 我不干了 容易不容易 不行 没人干了 可是你这往往好多的危机解决 都是那些有胆识的人 把这些危机攻克的 弟兄们 不要选择逃走 不要不要选择回避 让我们知道说 恨 心里有恨 我不说出来 恨 好 恨 仇恨与破坏 一直以来都是很容易的 可是去建造 去珍惜 总是困难的多 我们要学习珍惜我们周边的人 每一个都是神美好的创造 我们不要看见他 我们马上就想起他的缺点 想起我不喜欢他的 神要操练我们 想起提起谁 我们想想他的好处 要珍惜他 像我一传道人 每个人要怎么样使用他 他神的国度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改正的 为神来改正我们自己 为什么 大家我们来看 当我们相信恩典 我们认罪的时候 神会赦免我们 当你相信恩典 而谦卑认罪时 恩典帮助我们 从罪恶中走出来 大家想吗 有说你要认罪不用认罪 为什么呢 神都知道我 我各心里行了 是吗 你们再想想看 是吗 都各在心里头 不说不动声色 我有什么罪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所以不用说了 你们觉得说出来 像人像神认罪 说出来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吗 神都知道 我有什么罪 心里头有三十条 四十条 别说 神都知道我 所以不用说 是这样的 我得罪了谁 不要紧 神管着 我只要神知道 行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不是的 弟兄子 我们需要向神来认罪 当我们认的时候 把他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罪 就不再挟制我们了 万人最永远的挟制着我 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 其实我们当跟人也是 向人去道歉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关系的恢复 我们向神认罪 恢复我们跟人这个直通的 快通车的这个神 毫无拦阻 我们的祷告直接达到神的面前 那么跟人来认罪的时候 使我们中间就不会 让我们之间那个隔阂的摩擦 都被挪去了 让我们的关系可以得为恢复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 我们感谢您 求助您自己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今天 我们所读的《猎王记》 下第一章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刚硬 骄傲 不敬畏神 不明白神的圣洁时候 我们彰显出来的生命 是何等的丑陋 而且会有灾祸临到我们的 主要求助您自己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愿意为神 来做荣耀的见证 因为我们是神您所救赎的 求助您自己帮助我们的圣灵 来洁净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悔改认罪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 神您自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 要恢复我们跟您之间那荣美的关系 也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那美丽的生命 主我们谢谢您 求您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能跟神之间 跟人之间 我们也操练 我们可以向人来认错 可以使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能够恢复成美好的样式 是神您所喜悦的样式 因为我们是彼此为肢体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肢体 主您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操练 可以认罪悔改的生命 主我们谢谢您 好让我们能成为您所喜悦的 好让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今生 被您大大的使用 让您的神迹 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我们感谢赞美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